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蓝田献猴 这是云叶最新的爵位 一个不到18岁的少年 在八个月完成了从白山到高级贵族的转变 谁能想到 这大概是唐朝自建国以来升官最快的记录 李世民对云叶充满好奇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 能从自己手中逃走富贵赫赫的蓝田猴呢 一枚土豆被丝绸包裹着就放在桌岸的右脚 每抬头瞧见这枚土豆 李世民就觉得充满了幸福感 大唐到底福泽身后啊 亡产五十岸的奇粮都能出现 还有什么是不可超越的呢 仰望先贤 自秦皇开始称帝 直到自己为止 共有五十四人坐到皇帝位置上叱咤风云 我自认并不昏溃 帐下猛将如云 谋事如雨 更有这奇粮相助 如何不能探一探千古一帝的边缘 就在李二沉寂在无边的幸福暖流中时 她没有看到长孙皇后握着一封信 阴沉着脸隐没在重重的围杖间 望着满脸幸福的丈夫 长孙皇后就觉得手中信件有千斤重 她不忍心打断丈夫难得的幸福时光 自玄武门之事过后 两年间她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睡梦中一遍又一遍的向西王忏悔 泪流满面 每次都是自己抱着她 哼着幼时的儿歌 她才能平静的安然入睡 现在丈夫携躺在黄座上 沐浴着夕阳 竟是如此的安静释然 已没有了那些来自心底的恐惧 成也云夜 败也云夜 但愿云夜所言是错误的 不是真的 蝗虫会来吗 欲言中那铺牵盖地的蝗虫会来吗 长孙皇后想撕碎那封信 多么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接到过前儿的这封信 千斜的手上 青筋焚起 浑身都在颤抖 用最大的毅力使自己挤出一丝笑容 晚步走出围帐 云夜 不会信口开河 即使这件事真的发生 对他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只会带来灾难 朕不信一个奇人子弟不明白这个道理 李二比皇后想象的平静 只是脸去了笑容 臣妾也是这个想法 拢幼军中有无忌 知节 进达 还有前儿 他们不会不知道误报此事的严重性 但是 他们选择了相信 所以 臣妾认为此事的真实性 足有八成 知节第一反应 就是屯粮 勒令拢幼六县 将屯粮上脚长安 无忌也开始在河西搜刮粮食 好在 拢幼连续两年大熟 粮草泼风 估计 囤粮五十万弹 还是可行的 前儿的幼帅 已经开始 往长安运粮了 眼下 存粮才是第一要物 朕从不怀疑 无忌 知节的宗成 他们没有给朕上书 而是选择通过前儿给你写信 就是不想此事弄得朝野议论纷纷 不想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所以 朕选择相信无忌 知节 也相信云叶的师父的预测 来啊 传房玄灵 杜如悔进攻一事 朕不相信 区区蝗灾 大唐就没有应对之策 小黄门的身影 才出殿门 长孙皇后 就对李二说 陛下 就不想见见你的蓝天侯 问他凭什么 就说出警示之言 不想看看 他长得什么样子吗 对他的神仙师父就不好奇 反正 臣妾就很好奇 也不知是否是长了三头六臂啊 皇后可还记得 这小子上回说 奇宝无功难受 难道说到了 朕为这奇梁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吗 两口子拿着土豆翻来覆去的看 满脸欣慰 仿佛蝗虫的到来 已不是什么灾难 而是买到了东西要付出的代价而已 云野不知道李二已打算付出代价 并做好了应急的准备 他可不打算再付代价 李福路的胖脸已经皱成包子 明明商量好的 八文一斗的梁价 云野飞只给六文 无论自己怎么说 他就是咬死了六文 还说 要不行 就拿他蓝田献猴的官服做抵押 再给他弄十万单粮食 李福路快疯了 老子要你的官服做什么呢 我又不是侯爷 再说这粮食又不是我的 你给我六文 让粮商赚什么呀 侯爷 您行行好吧 下官已经押解了五千单粮食 那都是从本地粮商处借来的 下官还要给他们四百贯铜钱 这是买卖 不是付税呀 要是 要是不能拿回四百贯 下官只要把粮食运回去 要不然官服的名声 那要不要了呀 云野望着高高的粮朵 也在发愁 别说四百贯 现在他连四文钱都付不出来 谁能想到堂堂开国信侯竟被四百贯钱拦住 他娘的四百贯铜钱用马车装也要满满两车呀 拢幼本来就缺钱 民间大部分还处在以物易物的时代 粮食 铜钱 绸缎 银子 个别地方连女人都作为硬通或流通 这些天自己贪污的五百贯都用了出去 依然是杯水车薪 这时他非常怀念后世被唾骂的国有四大银行 只要把银子能给老子运过来 哪怕多收些交易费也认了 哎 银行 老子就是个天才呀 昨天那个该死的地主老财口口声声说 少一文就碰死在军营门口 儿子还在京城里等着用钱呢 如果把英妇给老财的二百贯流到京城再给他儿子 那不就解决了资金问题了吗 留福禄急着要钱 无非是要上缴今年的赋税 既然都是为国效力 那这钱等到京城再由户部用粮食抵消 不就完事大吉了吗 还赏得他压解了呢 前言后果给刘福禄交代清楚 看得出他有些心动 就是有些不放心云叶 刚才云叶爆发的嘴脸实在是让人不放心 俺老刘一心为国 要是被这位不靠谱的小侯爷给坑了 那上哪说理去 太子就是太子 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抵押品吗 反正大唐就是他家的 你的是他的 我的是他的 他的还是他的 云叶感觉 这李二一家的最合适的职业是响马 把小翔马拖出来 做抵押品 他没有丝毫的腹修感 陈塑了目前遇到的难题 没钱付给人家 可是关中大灾就在眼前 从拢幼把五十万弹粮食运到长安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没有半年的操作就不可能完成 我们又不能抢 好在有英明神武的太子殿下 坐镇拢幼 就给了下官运作的空间 把后市银行的操作流程 一一解释给太子 李承贤还是满眼金星 旁边负责统计粮食的黄承恩 两眼却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银行只是一种 作为云叶梦想中的一个社会机构 以自己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完成 这一庞大机构的架设 一没钱 二没权 三没人脉 更要命的是 没有必要的社会经验积累 所以只能想想罢了 现在把李承贤给卖掉 已是最大能力 黄太子的号召力 那不是白给的 十天时间 那些富户 大族 商人 拼了老命在酬粮 大大小小的粮车 快把左五位大营淹没了 没人再提钱 只是希望啊 能拜见一下太子 尽管太子殿下 不一定能看到自己 能坐在太子寝帐 得到一碗煎茶 就心满意足了 恐怖的皇家教育太变态了 全身免服的里程前 高高坐在上手 每十位粮商一批 再经过严格的身体搜查 进账与太子殿下攀谈 与其说是交谈 不如说是太子在训话 缓慢的语音 高雅的谈吐 恰到好处的手势 温婉和训的笑容 让云叶呕吐三声 众商家 豪文 大足 诚服 诚敬 瞧 这位身穿如衣的族长 听着太子 妙语连珠是如饮佳酿 频频点头 屁股须坐在绣堆上 狂练骑马 蹲当事 头发半摆的老儒 练习此事 顿饭功夫 脚下竟不见丝毫摇晃 让军训半年的云叶 羞愧难当 那位已经不成了 深秋的寒意挡不住人血沸腾 已经沸腾的冒烟了 徐徐白气在头顶生腾 早已达到三花巨顶 武器朝元之景 只是这汗如雨下 就不知练的是何等齐门医术了 这两位还是好的 功力精深顶得住 地上趴着的商人 把头处在地上 想学土行孙 太子殿下大气 无视众人丑态 将趴在地上的商人 衣服起 也不落座 就对众人说 是才 姑作为大唐太子 受诸位贤达一拜 已是尽礼 现在姑只是一个晚辈 诸位就不必多礼 这次酬粮得大家相助 姑多谢了 拢幼受教化多年 有今日之盛况 全赖诸位贤达 姑一定上表 将诸位相助之功 一一表奏 上达天听 孤有感于诸位仁义 特备薄礼 以章礼善人家 云夜上场 八名全身明光铠的壮汉 鱼棍而入 分两排站立 手握刀柄杀气腾腾 后边跟着两个内饰 捧着木盘 上面用红筹遮盖 云夜上前掀开筹布 只见一个木盘上摆着 一卷羊皮文书 另一个木盘上摆着一面 荧光闪闪的勋章 云夜取过第一张文书 面对老儒 大声喝道 太子教 周听松跪接 老儒周听松 扑通一声跪在云夜脚下 草民周听松 接太子教 孤文 拥又到兰州县 有周姓明清松者 善行相礼 德行显著 特张显其名 以宣教化 赐礼善人家银牌一面 以示疏礼 老儒听到太子教 把头磕在地上 磕得邦邦作响 勉励之后 双腿在地上滑了死活 站不起来 在内侍的搀扶下 勉强站立 手抖得如同中风 眼泪流成了河呀 云夜不管不顾 取过客有 礼善人家的银牌 用那个背后的夹扣 夹在老儒的胸前 杏黄色 缎带 飘在银牌下 非常美观 老儒捂着银牌 跪在地上 气不成声 云夜敲击胸口大鹤 礼成 八名军士也敲击胸口 发出如雷闷响 齐声大鹤 礼成 仗中其他九人呆住了 老儒只比他们多酬粮一百弹 就得到如此显赫荣耀 这便宜占大了呀 练三花聚顶神功的这位 双目赤红 有走火入魔迹象 趴在地上 怎么劝也不起身 只说这家中还有新粮千旦 愿为太子殿下 效全马之劳 皇家术玉 只表彰 心肠者 恭敬者 不是区区钱粮可换取的 云夜深知 奖励 只能精 而少 不能滥发 否则 会影响他的价值 得不偿事 而且现在有老儒做表率 不愁 弄不到粮食 老儒周听松 是得了事了 胸挺的半天高 手背在身后 行走如同王八 在拢幼乡亲面前 都足了威风 两个儿子快马加鞭 又筹足了两千弹 粮食运来 此身拢幼酬粮 已高达三十万弹 基本达到老成的目的 京中又有天使到来 有秘址给程耀金 里程贤 云夜领到的是各自二十大板 看云夜兽行 老成竟然笑咪咪的 还给掌刑的天使说 这小子就是欠揍 老夫最近找不着借口 这下皇后娘娘给老夫出气了 真是大坏人心的 木板一下一下抽在屁股上 云夜就一下一下惨叫 心里那个委屈对谁说呀 说二十下就二十下 说不能影响回京 就不能影响回京 打板子的这两位 早就练习的炉火纯青 满屁股青子 竟然不见一丝血痕 好在挨打的不止他一人 旁边嚎叫的 还有一位大唐太子殿下 本来太子每挨一下呢 只是闷哼一声 架不住这云夜在旁边惨叫的 是热情奔忘啊 做兄弟的义气为重 只能一起丢人了 太子云夜挨揍 老成老牛举杯庆贺 自从见到军营得良机如山 老成老牛脸色减缓 一心调集拢幼民夫 源源不断的往京城运凉 云夜不知老成得到了什么旨意 居然不把将要到来的皇宅放在眼里 老牛这位发誓不再让一人饿死的圣人 仿佛也不再发愁 一副蜘蛛在握的恶心样子 不管他们 自己的责任已经尽到了 再有麻烦 那就不关自己的事了 只是这顿打 挨得着实有些冤枉 李二打我 他是皇帝啊 想揍谁就揍谁 可是自己何时得罪了皇后啊 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贤后 干嘛和我过不去呢 云夜百思不得其解 圣旨上说 左五位全体拔营回京 刻日到达 这就是说呀 这五天之内就得动身 运粮之事呢 交给地方官府 左五位酬粮由云夜负责 这前前后后的账目 财务交接 就不是一时半会儿 可以交代清楚的 屁股被打成五花肉了 绿了八斤的 看不成了 粮食交接的又是大事 不能委托他人 只好被亲兵抬着 满军营的忙碌 天黑了 云夜又累又饿 屁股还疼得厉害 路过太子营帐 瞄了一眼 顿时气炸了飞 凭什么我一个打工仔 就得带伤干活 你一太子趴在软榻上 有人一颗一颗的喂葡萄 还尽挑好的 嘴里还念叨 这小叶也挨了母后的走 身体不适 剩下的葡萄 就留给小叶吧 很好 李承前第一次被人打劫 完全不知所措 只是这眼睛瞪的老大 嘴里发出护实的怪叫 云夜在学校早就练就了一身抢饭的过硬功夫 轻轻在李承前屁股上摸一把 李承前抱在怀里的葡萄 就落在了云夜手中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